儿童界的绘画盛世 全国儿童联想创作画迈向第26届 出赛吸引10万名学童投稿 仅有420人成功晋级决赛 参赛者在葫芦敦文化中心现场 以画比一较高下 决赛是如种子的图形 让小朋友发挥想象创作 有的把它变成龙虾 有的是真车 还有搭上空污变成防毒口罩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紧张气氛中 第26届全国儿童联想创作画图形揭晓 犹如种子的线条图形 仅有小朋友的大脑想象 手挥在空白的画纸上 而每个人也都各有不同的点子 有的变成龙虾 有真车 还有防毒口罩 千变万化 大家拿香拜佛 然后佛戴防毒面具 因为空气很不好 有一个妈妈在化妆 然后图形是有一个瓶子露出来的东西 今年的联想画的符号 其实是我们的花博的logo 其中的一个元素 为艺术扎根 并鼓励小朋友动手绘画 湖顿画中心常年推动 全国儿童联想创作画 堪称是儿童绘画节的盛事 而今年初赛有10万名投稿 经过严格评审之后 仅有420人成功晋级决赛 这一天齐聚中心 在现场以两小时用画笔来一较勾下 可以让他们很像神来一笔这样 发挥自己的想象 因为有时候我们大人看的角度 跟小朋友看的角度不一样 有时候他们从他们的角度表现出来的 才是对社会的见解最真诚的一面 他们的生活态度 或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经验 也使他们在创作的时候 能够反馈于生活的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温馨 有一些时速性的 像有些环保的议题 或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面向的解读 都非常好 希望小孩子透过这些比赛的过程 去找到他 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喜爱的定义 那当然是 但是不是为了比赛得奖而比赛 因为到最后已经会变相的 鼓励一些扭曲的方式进行比赛 例如说被画稿 看似不奇远的图形 透过孩子们的天马行空无限想象 退遍成了一幅幅充满童趣的绘画 也将艺术的种子在全台撒播出去 让更多孩子得以从小爱上绘画 进而投入更多的艺术创作 这里将台中采访不到 好 好 好